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時機場剛開 機建本身雙跑道比較新 未用盡 所以當時的策略 很多時都會看看 怎樣令到香港 除了服務香港的市民 六七八萬 怎樣都可以同時服務豬三角 所以當年來講 在早於當時 在做幾個master tank的時候 已經開始想想 怎樣將機場的 catchment 擴闊 所以你見到今天的海天碼頭 其實就是當時想出來 怎樣令到豬三角的居民 可以很方便坐船 免清關 直入我們的機場 令到香港國際機場 成為了豬三角居民的距離機場 這就是當時想出來的 當時想了很多新的新遊 主力就是把香港 成為了方便豬三角的距離機場 那你覺得這件事做得如何 我覺得非常成功 其實海天碼頭開到現在 譬如今年去年來講 我們處理了二百八十萬客 一年 沒錯 一年 二百八十萬客 來我們機場坐飛機 我們未來再看遠一點 就是現在 入了基本局之後的工作 現在開始說 我剛剛公佈了2030 其實講講下一個master plan 就是master plan 2035 這個master plan最重點 就是機場以前 人們感覺上 就好像在大嶼山的那個挖頭路 可以這樣說 我們叫挖頭路 為什麼呢 一條路入一條路出 沒有的 你不能走 這就是當年的情況 但是到今年 開始有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我們會看到 大家會看到 港珠澳橋已經將會落成 這就會打通了香港 特別是大嶼山這個部分 與整個珠西的交通 跟著同步 在同一個地點 就是屯門赤立角嶺 亦都已經進攻 已經很快會完成 這個就會打通了南北 你會看到 機場在未來的人子裡 不再是一個挖頭路 其實機場會是一個 我們叫一個cross road 正正是一個十字點的交叉點 是所有traffic都會匯聚 無論南北和東西的交通 都會在這個地方匯聚 所以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就是怎樣利用這些 新的交通基建 再進一步 將我們的catchway area 再伸展出去 再令到更多人很方便 來到我們國際機場 明白 首先我講回之前的項目 阿馮先生講過 珠三角 其實幾年前 我小弟 就學人家叫做 學一下經濟的東西 已經有些大師跟我說 今時今日 如果你做任何business 其他事情 如果你只是看香港 其實真的太過小了 至少都珠海、廣州、深圳 你遠一點的 看廣州 香港、澳門、珠海、深圳 遠一點的去廣州 如果你只是看香港 其實你也 都看看你可以廿廿多久 所以一早已經有個軟件 看珠三角 我們怎樣做為香港機場 怎樣可以獲取 catchment area 怎樣可以服務珠三角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很有軟件 我剛剛聽到這個 之前和你談都沒有說過 由挖頭路變成一條生路 這個是很重要的 以前就是one way in one way out dead end 這個就是dead end 但現在你一這樣說 我貫穿南北 去屯門 以前有船 不過船停了 現在打算起一條橋過去 南大魚山 如果你看看 對上十年南大魚山發生了什麼事 小時候我們就去宿營 去玩南大魚山 但現在已經很旺下 南大魚山 你看看 之後 如果你東西 我進到機場 還有可以走 走去哪裡 原來橋橋起完之後 去澳門珠海 其實又是另一件事 這個是 我會說 將它活化 以前叫做dead end 為何進入東沖 為何進入機場 很遠 現在你變成 不是 去完機場 還有地方走 或者那邊過來也可以 原來還要東西南北 這些 你慢慢想想 這些代表了什麼 然後我想再問 馮先生 再提到 Masterplan 不要說三五 三零 可不可以和大家 簡單介紹 三零本來 二零三零 是想怎樣的 其實我二零三零 在二零一年公佈 即是早年前公佈 當時我做了一個 幾大型的諮詢 其實整個Masterplan 二零三零 最重要 就是想向市民介紹一下 究竟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 應該維持在雙炮道 還是應該發展三炮道 這個項目呢 目標就是做這個 我們通過一輪諮詢 亦都在Masterplan做了很多研究 去講出整件事 無論從經濟角度 從財務角度 以及實際的需求角度 去看看 究竟我們是不是很需要這個三炮 我們的結論就是 三炮 基本上是對香港的未來 以及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很急切的需要 我們真的很需要三炮 經過諮詢之後 發覺原來全香港市民 大體上來說 都是支持三炮 當然 亦都有一些小眾的意見 都會就著很多 我認為都很合理的一些關注 包括環保 包括做教會不會太貴 包括機關局自己可不可以 自己做得到 這些關注都是很合理的 我們都希望盡量借公眾的諮詢 借一些機會和大家聊一下 去解釋到 令公眾對這些疑慮 希望他們能夠撤銷這些疑慮 去支持我們這個工程 我明白 其實機場的用量 由98年到現在 每年都在增長 每年那幾個百分比 不要說多 不是說十幾二十百分比 幾個百分比 每年都增長 這個trend是沒得爭 大家看得到 每人都多 如果你說 我們還夠不夠用呢 夠不夠用 這件事呢 要不就不要 那你說我是不開的 我不開別人就去別處 很簡單 你餐廳沒有位 那別人去另一間餐廳 如果不是 很多人想來我的餐廳 那我就要多開幾張桌 那你多開幾張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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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慮 你不說多開幾張桌 然後這個是有沒有需要 其實就很個人意見 你問我就是 如果你十幾二十年來 每年都多了一些人來 你說有沒有需要 那你自己決定 或者大家會發覺 飛機升降 如果你將來買機票 你會發覺 為什麼你會買早上四點幾的機 或者凌晨兩三點的機 那你就知道有沒有需要 我想說什麼 就是 如果再有航班上飛 你已經找不到 正常的時間去飛 再出來的航班一定是 凌晨四點 那些就可能有你份 其實反映了很多事情 其實這件事是有沒有需要 我剛剛再說多一次 豬三角 你不要只看香港 香港一條跑道兩條跑道 或者什麼都好 我們看看其他旁邊附近 深圳多條 廣州有多少條跑道 你想想這十幾年來 他們的發展如何 就是這樣 旁邊的餐廳 就越開越多桌 越來越多人去 那你自己的餐廳 還是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決定 可以這樣說 如果看全球的航空業 我們不要只看香港 其實全球的航空業 正如Natural所說 其實在過去十幾年裡 差不多是翻一翻的 根據經濟的發展 其實全球的機場 都是在開新機場 或者是機場加進新的設施 例如新的大樓 或者新的跑道 在我們的周邊 如果遠小到整個珠三角 或者整個亞太區 你看到新加坡 你看到韓國 煙倉 甚至乎越南 將會有新機場等等 都是在那裡 不停抗檢機場的系統 如果再接近 在珠三角 你看到廣州 在整個Master Plan裡面 是有五條跑道 他們已經開了三條 他們已經有時間表 都做第四到第五條 深圳已經有兩條 在Master Plan裡面 也會有三條 其實大家都在抗檢機場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要純粹 只是從一個旅客的角度 不要只說 我買不買到飛 或者幾點喜歡坐飛機 我們再放遠一點 我們想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人旅行 其實這麼多旅客來香港 來做什麼 如果他們來旅遊 自然帶給我們很多消費 很多生意的機會 為我們香港製造很多就業職位 如果他們來做生意 他們來做生意 來融資 來做展覽會 這些也是為香港 無論我們的出口業 我們的專業服務 是帶來很多生意的商機 所以我們這次 不只是說交通 我坐不坐飛機這麼簡單 其實是關乎整個香港的經濟 這個經濟對於我們的未來 和對於特別我們的年輕人 你們的下一代 你們的就業 你們的未來是很重要 尤其是十多年前 我還很記得 當時我們說搞玫瑰園計劃 十大基建 當時很多人反對 當時我們不是港版機場 還要清馬大橋 清魚乾線 西水 有十個項目這麼多 當時的政府 當時Dale Wilson都說 我們一定要蓋這件事 如果當時沒有做 我相信今天香港經濟 是不會有我今天這樣的進展 正如我們今天去做 也不是為我 因為可能我過幾年都退休 是為年輕人 是你未來的十年 你的二十年 你們未來的就業 你們的發展是怎樣的 所以今天這個投資 我要從經濟角度來看 不要純粹只是同一個交通角度來看 明白 因為我都見到 我還很喜歡這個 由死路變生路 即是一個由死路變生路 還有 如果南北東西貫穿之後 其實這個機場以後 服務的一群人 我會看生態 我喜歡看生態生活圈 去到西北 就是元朗圈 那一群人 完全會帶起他們 生活會 可能說 不用握所有人在市區 可以有些人去這邊 也有另一個生活圈 其實已經服務 即是說真的 年輕人經常說 香港很多人很擠 又說很擠 很多人說太多人 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地方 如果這個把人口 帶向另一邊 也都是很開心的生活 你自己去東中看看 都挺漂亮的 其實都 你再不是 我要去南大嶼山看看 都很舒服 有山行 有沙灘 這個生活圈 其實是對香港的一個建設 當然幾十年來 機場的建設 跟香港當然是相關 這個我就明白了 我想再問最後一件事 2035又怎樣 這個五年 是的 我們每五年就會為我們機場 又做新的快樂大綱 公佈了2030之後 我們下一步就做2035 我們又再看看 在三跑真的落成了 再超越它 我們怎樣看法呢 我們今次的重點 就是我們用一個概念 叫做Aerotropolis 剛才我所說的 Aerotropolis 沒錯 我們可以叫做航天城 或者是一個航空的城市 如果中文譯法就是 為什麼這個重要呢 剛才我講到 交通機現有之後 其實我們整個生活圈子都會變成 我們機場 我們希望成為一個中心 這個中心 是一個交通輸入的中心 但我們旁邊 其實政府現在已經規劃 例如東沖的下一階段發展 現在東沖的人口 是8萬人 遲些當他做東沖 東的田海發展之後 將來會住20萬 只東沖會住20萬 我們怎樣利用我們的機場 帶動新的人口 我們創造新的就業 再加上新的交通機建 將我們的整個經濟活動 帶給整個島嶼山北 以及經過了屯門撤合國 這個連接道之後 整個新界西北 怎樣的人都可以很方便到 來我們的上班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個 Aeratropolis 我們不只是看自己機場的經濟 不只是看我的機場 有多少飛機升降 我收多少錢 是機場怎樣帶動整個社區 整個社區一起發展 這個將會是我們2035的一個很重點的主題 我們希望借這個規劃 儘量希望除了規劃我們機場之外 都和我們周邊的 無論是城市交通的規劃 和人流的規劃 我們怎樣做得更加好 怎樣來到 除了有工之外 我們機場的下一階段 亦都會有一個新的 我們叫北商業區的發展 就是在這個背脊圖的支柱後面 即是我們現在的高爾夫 這個將會是全香港最大的需要發展 它的尺寸會等同於整個海港城的兩倍 就是商場 沒錯 商場及酒店及娛樂 這個發展亦都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換句話 我們在未來就說 不只是來這裡住 不是上班 甚至來這裡娛樂 來這裡購物 這個將會是一個新的社區 所以這個就是我所謂 整個航天性的重點 明白 大家可能會覺得 阿馮先生你講到這麼遠 我都不知道你會否實現 我給你一個實際例子 你想想 90年代的東充 和今日的東充 是什麼 你看看今天的東充 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我們永遠都不會說 預測未來 預測未來就是你的工作 但我們大家真的叫做 預測 我們唯有看記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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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二十年變成這樣 那你就 可以見到太難 你想想下一步二十年後會是什麼樣 原來計劃已經在這裡 我覺得很有趣 最後一件事問你 我真的很難得抓到你 2030 Master Plan 2035 Master Plan 有沒有考慮其他城市的配合 即一個機場 有一定有 我們現在 其實珠海機場 我們是有份管理的 我們有一個二十年的管理合約 其實在我們營運的期間 我可以盡量研究一下 如何我們可以和我們附近的機場 例如珠海 例如深圳 如何能夠更多的合作 我剛剛最近兩星期三星期前 才和深圳機場簽了一個合作備忘錄 我盡量希望加強合作 因為其實這些機場本身 也有自己的強項 例如深圳 它有差不多超過一百點以上的國內行點 這個網絡是比我們香港更大 我們如何可以把我們最大的優勢 建合到我們鄰近機場的優勢 一起發揮出來 這也是我們其中的項目 另外我們要做 除了先靠交通機件之外 就是我們如何可以滲入到 珠三角的土地上 如何幫助乘客去Check-in 去吸引他們過來 其中的另一策略 就是要盡量盡快 在國內 珠三角城市 建立我們所謂的 Upstream Check-in Center 即是上游Check-in 簡單來說是甚麼 就是你進入了一個站 進入Check-in Center之後 你加了一件行李 你已經從那點開始 你不用你行李 你就上車或上船 直接來到我們機場 即是香港站、九龍站 沒錯 會這麼方便 搬到過去 這些衛星的Upstream Check-in 我們要遲些 希望越開越多 希望珠三角的居民 利用這些Upstream Check-in Service 能夠很便捷地來到我們機場 坐我們的飛機 這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場 明白 我經常都說最後一個問題 真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看完北面 我喜歡到處看的 看完南面 我個人認為 東南亞裏面三個大樓樓 香港、Bangg、新加坡 你覺得香港的定位和 Sufana Poon和Chang Yi 你會怎樣看呢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其他機場 都是一些 剛才你舉例的那兩個機場 都是水平非常之高 在國際上 他們都很肯投資在自己的基建 也未來將會繼續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 但我覺得再望遠一點 其實我們真正的 我認為真正的 更加對香港有威脅的競爭對手 並不是在亞太區那麼簡單 我們要再望遠一點 其實在中東 其實現在呢 有很多的 我們所謂的 International Connecting Traffic 全部 我們其實 我們香港在內 新加坡在內 都是被中東搶 為什麼呢 你要留意一下 Dubai已經成為了 全球 國際客量最多的機場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Dubai 自己的沙漠在中東 為什麼那些人選擇 那個轉機呢 因為它有最好的機場 它也有最好的航空公司 它的航空公司 也有最大的飛機 最新的飛機 所以它肯投資在它的航空公司 實際上在過了幾年 已經全球地 在International Connecting Traffic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份額 很重要的份額 香港作為一個宣紐的話 我們要繼續聯繫 歐洲 歐洲大陸 美加 澳樓 這些地方的話 轉機客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這些 中東沒有在建的機場 以及沒有在建新的航空公司 將會成為整個航空公司 不只是香港 我懷疑新加坡演唱 每個人都看著他們 覺得這些就是他們未來的最重要對手 所以我們一定要 在我們的眼睛再放遠一點 對 所以我們就 所以作為香港 我只要大家努力 真的 真的要努力 好的 好 今天真是多謝阿鳳先生 別這麼多謝 我們一起努力 好 原來在那裏 中東 好的 好 今天就到這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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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和阿鳳先生談完 其實都帶了一些得著給我的 有些看法都是以前我算是一個行內人 但都看不到的東西 尤其是兩點我剛才覺得很喜歡 一個就是由這個死路變生路 希望這件事可以令我們香港和香港人 一起走出一條生路出來 第二就是 我自己覺得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可以嘗試看東西看大一點 看寬一點 剛剛我提過我們不要只看香港 我們寬一點看 看什麼呢 看珠三角 我就會看東南亞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兩個放眼世界 這兩個世界思維 其實是我們今時今日 覺得香港人很需要的一件事 我繼續看著這個模特兒 我就會覺得 其實我都很感恩這個香港航空業的發展 如果不是這個斜下路機場 我就不會成為了這個飛機師 這個專業人士 我今時今日的學生 也不會成為了這個 有一個說話突然間在我腦海裏出來 就是這個前人種樹後人成梁 如果不是前人種了樹 有個這樣的 那麼Futuristic 那麼厲害的機場在香港的話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享受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但是 好了 我們到了這個位置 那之後又如何呢 其實我又沒有再看多次 原來這個Master Plan for203年和2035是這樣的 首先是把機場多建半個 我見不到 我見到的是一個 我見到的是多了半個機場 而這半個機場 而多了這半個機場 只不過它包括一條跑道 那麼其實我 就 我自己的著眼點 會在多了半個機場裡面 而 也都作為一個飛機師 我感受到它的難處會是什麼呢 你不是無緣無故去山卡拉 到建個機場 你現在是一個正在用的機場 隔離 多建多半個 所以中間所有的挑戰 困難 我們都可以想像得到 如何在存在機場 再建多一個 再建多一半個出來 如果給我幫它改名 我就可能會叫做 赤立角延伸 這個赤立角延伸裡面 包了一條跑道 我就會這樣看 再聽完剛才說 2035年原來Master Plan 就是想服務新界西北 和屯門 和東涌大嶼山 我自己覺得 哇 原來這個軟件 真的不簡單 做完這一系列的節目之後 其實我慢慢發覺 原來機管的同事 航空業裡面 原來他們都很用心 用力去為這個航空業發展 這個其實跟我本身 做我現在做的事 是很相似的 由我第一次開始 我走出這一步的時候 我都是很想推廣 推廣香港的航空業 現在這次很開心 認識到一班 原來都很自動道合 大家在不同的崗位 都是推動著香港的航空業 我自己這次都很因為 很放心 原來這個團隊 這個群組裡面 有一些很有元件的人士 在推動著 原來如果這樣的話 我相信 未來香港的航空業發展 我都覺得 挺有信心的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探討其他項目 拜拜